外送员抵达停在这户名宅前 拎着一袋食物 可能香味扑鼻 他经不起诱惑 拿起袋中竹签插食物 咬一咬不过瘾 再来一口 似乎完全沉浸在美食当中 但他不知道的是屋内的人 盯着监视器画面 简直傻眼 我一看说他 有没有把餐点放在那个桌子上 刚好就看到他在 他在偷吃 我觉得他没有道德 是一路上忍不了 咸酥鸡飘出香味偷吃吗 当时外送员被叫回店家 一脸尴尬 对不起啊 我先生已经送过去了 那不管你下次不要再偷吃 外送员偷吃的 就是这家店的诈物 位于南投市区 赖小姐因为顾孩子 抽不出身才叫外送 这一袋诈物花了两百多块 以前也常常叫外送 没想到网监视器一目一瞥 竟然目击对方连安全帽都没脱 就在自家大门前大快朵衣 最后偷偷摸摸把食物放在桌上离开 很不OK的人啦 然后做这种事情的话 消费者当然会很不舒服啦 他自己吃完还给客户吃这样 有点不太卫生 毕竟现在在防疫期间 外送员忍不住嘴馋 结果被人当场揪出 先不谈面子问题 除了道歉跟赔偿责任 另外还会被外送公司追究处分 三天线吴虎云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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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